台北市的疫情情 今天問這個台北市 有關問題 有哪向這個退休 跟離職的醫護人員 發出這個定調令 而不就退休的醫護人員 看到這個消息 決定的行動 因為我在高雄的藝術行動 聯盟 有哪出面的調職後面的醫護人員 作為來參與 全台灣本土已經進入 在第三期的境界 尤其是三八地区是黨災区 面對比較進平的一直在慶館 醫療能力真的很難 台北市長國務體向退休 還要離職的醫護人員發揮 國家需要令 不只退休的醫護人員 看到的信息後 決定要強行自己的利用 去做的是不同層面 因為我之前是做麻醉 就像是我真的投入去做的話 其實心理還是會有壓力啦 雖然已經退休三年 但占社交友員在便宜 檢測中心回到醫療中所對他來說 沒有成分 感染控制 拽養訓練不可以做 但心裡面壓力算是一項科研 不只是台北市民對高雄 已經有進步 高雄醫術行動聯盟 也出面前 直後被醫護人員 劃出港得一項港廈強行 緊急的對象包括 醫護人員 醫療公衛書 公衛給理書 專頁醫護人員 對這項楊佩華標示 主要占對理這個醫護人員 當時也歡迎 本營的志工可以加熱 希望先做好準備 速度導入你控育證書的時間 如果是這隻啟動後 被你領你的志願 會由高雄市政府第一級流行 已經指揮中心 統一來調配 記者 國產黨 這個台北高雄報道